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何孟娟 我接下来在台南嘉丽画廊 有展出我2005年到2010年的作品的回顾 还有最新的作品女孩系列 欢迎大家可以来 试图用不同的一个 大家不熟悉的一个角度 去看这个所有我们原本熟悉的事物 希望说大家可以抛开原本习惯的那个角度 因为其实习惯这个东西 人的经验会告诉你 怎么样的东西是美的 怎么样的东西是对的 抛开那种自视的经验 跟原本的一些判断的依据 然后从他们心里头 或者是最原始的感受的部分去看这个作品 我在拍的时候也发现 其实当人很放松 然后趴在那个地面上 因为我是一个跌倒的状态 只是好像没有地板 我觉得怎么拍都很美 我是试图想要用不同的故事 去把我想叙述的表达得比较清楚 它虽然说表现出它 它好像不受伤 可是我想要更强调 这些女孩变成了动物的时候 好像有点童话式的 它又变得更轻巧 因为其实我挑选的 动物你就会觉得它更不容易受伤 我觉得拍动物比人更难拍 因为它们会乱跑 像我把它抓过去抓回来 像我拍的小男那一年作品 那只小鹦鹉 它竟然拍到后来耍韧性不拍 它就会韧镜头这样 很好玩 年轻人可能另外一方面是有非常多 对现实社会的无力感 所以会比较focus在自己的身体上面 在现实生活中 必须扮演那么多角色的挫折感 它都来自于社会给予的价值观 是不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观 去建立自己的自信 人照顾这个表象的东西 时尚这部分 其实已经很像身体的一部分了 我们会照顾我们的衣服 其实跟照顾头发也是很类似的 所以我在这个人的衣服 我裙子帽子搭配的一件影像作品 就会是 例如说我去美容院 去做头发 就连衣服一起上卷子 其实人好不好看啊 真的是你要看什么角度去看它 所以我不想挑一个本来就很有自信的model 我觉得很多人在我眼中我觉得 他或许不见得对自己很有自信 可是他明明就很美 我真的很喜欢在街上乱逛 就是看大家反应 观察 生活的模式 在我的生活当中是很享受一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都很美好 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都很美好 只是因为我们被所谓的现代社会的某些价值观框住了 其实非常多的问题是来自于这些价值观让现代人没有自信 这些没有自信又会造成许多的相关的社会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听到某些 他觉得沮丧的时候 觉得挫折的时候 旁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其实 不见得是个挫折 你在很多年之后回头看这个挫折 它其实甚至于可能是你人生当中很有价值的一个转折 我觉得那让人生失去很大的一部分的乐趣是 你可以由心或者是你自己的角度 不同的诠释 就好像看艺术品一样 你用什么样属于你自己的角度 而不是好像很多人看艺术品会很害怕 我觉得其实不是 如果你已经给他了一个知识的标准的话 我觉得很多可能性就没了 这时候我会说 我已经去你自己的故事 我就可能会不会 Oxfam 我一直在过去 我一直在過头看 我一直在过去 在这时我没了 我一直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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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